一則令人遺憾的消息 是屏東重蘭國校 一位五年級的資優生小萱 因為罹患血癌 單親媽媽無力負擔 她的醫藥費 兩個月前 在學校跟各界協助之下 募得了八百多萬元的愛心 但是雖然有大家的愛心 昨天小萱還是病逝 在臺北馬街醫院 消息傳回學校 大家都非常的捨不得 班上最後一排的空位 是導致特地保留的位置 因為小萱曾說 要和大家一起畢業 只是沒等到那天 小萱十四號病逝台北馬街醫院 讓同班同學相當傷心 我們很希望她可以來 我們也很多祝福可以祝福她 可是到最後還是沒有 導師不捨得說 即使住院期間身體不適 小萱依舊維持樂觀 面對病魔 學校課業進度也都跟得上 用她真的是很虛弱的身體 寫一寫之後傳LINE給我看到 去年七月屏東重嵐國小五年級的小萱 診斷出罹患血癌 但來自中低收入 擔心家庭的她 媽媽無力承擔醫療費用 在校方和社區早餐店協助下 今年三月募得八百多萬 北上求醫 只是奇蹟沒有出現 我們本來是一直要堅持走到六年級畢業的 那因為博先因為有部分的原因 然後在這個時間提前下車 那因為她現在就是讓 就是到天上去當天使了 因為我們也是第一次遇到 那根據這個剩餘款的使用 我們會討論 那依照教育儲蓄戶的相關的規定 還沒生病前的小萱 談得一手好情 還是學校的職優生 如今一切只能留在大家心中 而校方也著手規劃生命教育課程 對同學和小萱妹妹進行輔導 剩餘款項也將進一步討論 如何使用 這裡傳承憲坤屏東報導